大家好,我是黑童谷歌,欢迎观看我们这一期的爱尔登法华游戏视频解说 这一期的时候呢,游戏更新了版本啊,有些这个很多法术和技能呢,进行了一些调整 不过呢,对我们的影响不大啊,我们这次呢是把湖区西边这沿岸这里的东西都探完啊 其实没办法探完,有些地方目前还到不了,比如说后面的白津村的上层就还去不了 我们现在呢先来这里,这里要拿一个陆滴,在此之前呢先准备好一个火把,钢丝火把什么火把都可以放在右手上啊 就现在这样就可以了,不过呢钢丝火把会有点重,注意一下重量,别超过了中等的重量 到重的话翻滚起来会这个硬质比较大,这边标记的第一个点呢是可以从这个山崖下跳过去 跳下去 因为这个标记的位置看起来有路,但实际上呢是在山崖下面啊 然后呢这里会遇到一个之前我们还没有见过的新敌人,不过以后呢会见很多次 这个怪不知道应该叫什么,但是呢就是这个指头非常多的一个手,看起来很这个 很掉散 在这旁边啊,这里的话它还会很高的概率会掉失色锻造石 这里拿到了这个智力结晶陆滴,除此以外呢还有个更大的手藏在这里 它是两次蓄力中击之后呢就可以打出处决硬质,但同时呢它会弱火 其实它的这个弱火呢是类似于初始状态下身上就附着有油啊,用火点燃一下的话它会烧一阵 但是呢任意攻击就会打断它当前的硬质,让它恢复到可以攻击的状态 所以说我们利用好这个机会给它第二次的蓄力中击 接下来我们要从利耶尼亚湖北岸的这个传送点先来这里,这里有一个车队啊,我们要把它截下来 然后过来呢,这会经过一个营地,然后在大概这个位置拿到有一个水母盾,然后在这里开个刺服点 我们先以这样的路线来出发,好,我们现在装备的这个战技呢,是这个双冻踏地啊,也就是大家俗称的这个老寒腿 在新的版本中呢,这个冰霜踏地对敌人造成的伤害呢减半了 呃,是,主要是造成的第二段和第三段的伤害减半 还有就是出脚的那一下的动作呢,啊,变慢啊,其他的没有啥变化 就是说你不能把它当做一个打高伤害的技能,而单纯的把它当做一个范围型的牵制敌人的这个和打异常状态的这个技能 不然的话,就是这个双冻踏地就会成为一个玩家拿着他从头打到尾啊,一点都不用换的一个技能了 这个削弱呢,我认为是合理的啊,因为这个确实本身太过于阴霸 可能会容易使得玩家忽视掉游戏当中其他的元素 这边的有几个骑士,你看,双冻踏地对他们不会再造成那么高的伤害了啊 再加上他刚才盾牌格挡,但是呢,我们依然可以利用他给这个敌人上这个异常状态 在中了双冻状态下的敌人呢,依然是额外会受到更多的物理伤害的 同时呢,我们现在左手盾牌上装备的这个铁盾防御啊,这个也削弱了 但是呢,本身的性能没有改,主要是让他的这个消耗提升 现在要消耗12点还是16点魔力啊 好像翻倍,原本是8点还改16点,但具体我不记得了,反正要高很多 并且呢,持续时间缩短到了5秒到6秒左右 不过呢,因为他的性能本身还是挺好的 所以呢,其实对我们需要用到的时候呢,影响也不大 好,这里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要拦截的车队了啊 这个车队的难点主要是敌人非常多啊 即使你想抢着去拿的话 这里的这些骑士呢,他们会丢这个魔法球 这魔法瓶样的东西 远程会把你牵制住啊 当然你这个冒着生命危险抢下来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这个视频里也是的,你尽量不要这样做 在对付较多敌人的时候呢 其实在这个游戏版本削弱之前,本来就想给大家展示的就是这个双动踏地的这个群体牵制效果 要类似于这个回马枪一样的效果啊 就是你背过伸去按下双动踏地 然后呢,再反向推摇杆,再推回去就可以一起一个回马枪一样的效果啊 一样子踩一大片 然后呢,你可以趁着这个双动的多段伤害的时候 打出敌人硬直的时候呢,你已经可以行动了 然后再上去砍伤害 这样的话牵制敌人啊 不然的话很多敌人同时打你,你就很难有出手的机会 哎,就是这样 看起来我是面朝的后方 哎,这个放的这个踏地 但是呢,一下子释放的瞬间转身了 人都打完了 哎呦,这个狗星王 这个还是那个 大号的太敌 毛特别多的那种 哎呦,稳一下 哎呦,哎呀,等一下 这个,哎呀,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空手依然可以对敌人进行被刺 在进行的伤害很少的情况下呢,我们依然可以利用它来吸到这个处决的效果 哎,空手被刺 啊,也就是最后一个敌人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白嫖血量 不过呢,这个被刺的有的时候呢,身位需要练习一下,有的时候看起来他攻击行动身侧过来了 但是呢,他实际上背后的判定还是原本的判定 看起来的会不太一样 更多的要看的是他的这个后脚脚后跟 他后脚脚后跟的位置,一般只是可以被刺的位置 对准后脚脚后跟,但是也不一定 这个只能说是不同的敌人,这个需要你总结的经验会不一样了 就多尝试 展示了个没什么用的一个小技巧 因为对付团体的话,最后一个敌人的话,一般都会给我们补充血瓶和蓝瓶的 这个巨人呢,我们只要把他砍一刀,这个就可以停下来 好,看看是什么东西呢 一般都是武器 这个武器的描述说是卡利亚骑士的配件 而且这个卡利亚都是精英 精英骑士,他们的这个魔法剑呢 这个有这个魔法剑的帮助下呢 他们的实力与这个黄金那一系的战士不相伯仲 这个卡利亚,看看他们这里就主要是像之前说的像满月女王 他们应该是原本是用的是魔法这一类手段的 而这个拉达纲,那边信仰这个黄金树,黄金绿法 神圣的这种力量一样 用的是不同的门类派系 我们向着我们标记的这个地点穿过了一个营地 营地的东西我们等会回头过来再拿 我们先过来拿,这里是有一个水母盾 这个盾牌直接把水母的一部分做成了盾 然后这里很有意思啊 这里的水母呢跟以往的不一样 它是直接在一个攻击的状态 然后呢这个水母盾的旁边呢有一个货车 并且呢有一个人的尸体上面可以捡到一个道具 感觉这里就是有一个人啊看到一群水母 然后中间有一个可以捡起来的东西 然后呢刚刚要去捡 然后就被旁边的就惊动了附近的这个水母 这水母就把这个人给杀死了啊 感觉就像是有这么一个故事在这里发生了一样 好我们开启了四中塔四中楼脚下的这个刺服点以后 我们回头杀回刚才的这个营地 首先是这边这个杀回营地的话建议先杀上层 然后再下层然后最后再去爬这个塔顶 战绩呢我们调整一下换成仙血斩机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需要我们高伤害来秒掉狗 因为他这个营地里面敌人还是比较多的啊 一群敌人砸兵还好 但是呢掺杀一个狗就会很烦 我们用一个仙血斩机呢可以一下子把这个狗秒掉啊 而不至于跟他纠缠的时候再被其他敌人围 先这把跑过来以后右边上不去 我们贴着墙看下左边 左边的话应该是会有他们的这个木栏 然后呢从这个分析可以跳过去 然后贴着右边走不要惊动下面的营地 然后直接往上这里呢会有一个南瓜头 呃直接两在他没有察觉的时候 可以进行连续两次蓄力重击 直接给他打出处决 这个我们虽然说是换了仙血斩机的战绩 但是呢如果我们带的是冰冻武器是冰冻变质的话 打出的伤害会更高一些 毕竟大部分的敌人都没有什么冰冻抗性啊 但是呢我们纯物理的话抗性就会高一些 这就需要进行一下取舍 毕竟这个双冻踏地啊 已经伤害已经消了 你不能靠他打伤害 但是呢变质后的平A还是很好用的 数量比较多 可以先放一个仙血斩机啊 仙血斩机也消弱了 骑手的动作要慢一些 并且呢出手之后消耗的血量翻了一倍 我们先把狗引到开阔一点的地方啊 把它干掉啊 再和这些骑士打 这里的骑士呢就要猛多了啊 因为他们拿的是这个锤锤对我们盾牌防御状态下的精力伤害很高 而且呢直接打到我们的话伤害也会很高 我们换上这个我们的活击平斧回回蓝啊 现在的话就要更注重这个资源周转了啊 因为现在的话就是所谓的削弱呢 很多是增加了我们的资源消耗 但是呢我们因为已经有了这些续航的东西 所以用起来的话其实问题不大 就是要注意一下续航 不仅能像之前那么浪了 这边有一个骑士我们可以给他背刺 然后把它踢到山下面去 这个骑士要强一点啊 他会给自己手上的剑附魔 附魔之后呢伤害是非常高的 但是呢我们用盾牌强化啊 依然是可以给他弹回去的 主要是把这个法师干掉啊 不然会很烦人 他的射程特别远 相当于是一个狙击手 在这个防御的一瞬 防御的一瞬间放出盾牌强化啊 这是一个需要学会的技巧 在现在这个将盾牌强化削弱后的这个版本呢 更要注重这个技巧 不能无脑放了 因为覆盖的时间变短 所以我们要更注重放的时机 不能浪费太多的这个效果时间 然后接下来上面的营地 已经被我们搜刮完了啊 主要下面的营地那里有只狗 我们稍微等一等 等狗靠近一点 然后我们突然袭击一个献血斩击 把他秒掉 如果一不小心 惊动到这个狗的话 就先让这个狗跑得快嘛 先把他引出来 单格解决掉 然后呢再打其他的 这里的话 其他的这些骑士 他们非常的烦人 丢了这个魔法球 这个魔法球呢 会把你牵制住 因为你要注意着 他闪避他的时机 要逆向闪避 因为他漂浮的速度比较慢 跟你翻滚的速度是一样的 所以你即使反向翻滚 一样是拉开距离 是的反向翻滚 一样是会被打中的 所以要逆着方向去翻滚 诶没打人 这里是一个鲁恩弯弧 然后旁边还有个箱子 我们先把人打完 这还有两个 一个蓄力中击 就可以把他打倒 就这个 也没拿到 诶 这一下掉了脸 一个头盔 一个直剑 看这里面是什么 杜鹃灰屎 没什么用 不过呢 这里的东西 我们就都拿完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沿着山坡走 这里两个营地 我们都打掉了 往山坡走到这个最高 然后呢 这个路途中呢 会遇到几个幻影的巨人 这几个巨人会比较麻烦 他们都是拿着大剑的 而且是山腰骑士 这个非常大的巨人 我们之前打过一个 他们的幻象 而且呢 他们是没有头的 没有头 意味着你把他们 即使打倒地了 也不能对他们 进行弱点处决 所以呢 这里就不要跟他们纠缠了 这个四中楼 我们走到最高的这个楼 这里 其实看起来 雨薰说是楼 不如说是像纪念碑 然后上面呢 但是上面确实每一个 上面挂有一个钟 在最高的这里呢 有一个箱子 开启箱子以后呢 会拿到一个特殊的实践钥匙 魔实践钥匙 这个是消耗品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专门用来开启 钟楼的传送门的 就是我们现在这里 这个四中楼 有三个 其实是带有传送门的 然后这个上面 你看 这有几个 有三个 但是呢 我们的钥匙只有一个 它这三个传送门 有没有必要现在去呢 因为是有选择的 有些和剧情会有关系 有的里面会拿到好东西 但是我们不着急 我们以后再去 我们来到刚才 之前开启的这个 赐福点 然后继续往南走 直接去有一个 这个监牢 是去打一个boss 这里路途中 又会经过 遇到一个海妖 海妖这里的话 没有什么好东西 只有一个是做 那个攻击力肉的 那个草叶 亚非尼亚叶 叫什么来着 具体这种音译名字 老是记不住 我们主要是来这里 这里的话 我们要做一下准备 因为我们要面对的是一个 山腰巨人 这个呢 毕竟算是一个精英boss 所以他的伤害特别高 不过呢 我们有手段的 这个巨人呢 其实他们是若睡眠 我们如果准备好睡眠壶的话 一个壶就可以让他睡着 所以我们可以给其他人一个帮助 在这里写上 这里会有什么怪 然后呢 他弱什么 除了睡眠以外呢 他还弱的东西呢 就是这个出血 再有呢 这个我们的星红腐败 也可以对他有效果 我们准备一下 装上了加强咆哮技能 还有增加我们的信仰 这样我们就可以放龙吸 装一个 右手逆刺 左手这个喷毒 一进场以后呢 骑手我们就可以喷毒 因为他会有这个现身的这个过程中呢 就已经会受到这个攻击判定了 靠近以后 只要他开始出现 上来就喷 动作他上半身直接喷 然后呢 注意拉开距离 因为他可能会进行这个大吼叫 现在他已经是中毒的状态了 赶紧回个栏 然后呢 向他丢这个睡眠瓶 但是呢 在他这次攻击行动结束之前呢 睡眠效果是不会生效的 过一会儿他就自己就生效了 好 他现在睡着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上去再给他放个毒 让他再中个毒物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他头部也是可以进行处决的 不过呢 我们不进行头部的处决 我们直接用这个出血壁头来砍他 打中头部会有额外的这个伤害 好 他出血了 然后我们再给他丢一个 哎呀 招了这个巨剑了 挡一下 他又睡着了 是不是很好的 你可以处决 也可以对他的头部进行蓄力重击 效果是最好的 如果你有一些什么高伤害的技能的话 也可以对他的头部用 效果非常好 两个歇歇战机 获得了魔法 巨剑证啊 这个魔法说明里面关键说到了一点 就是山妖魔法骑士在他 他们与年幼的雷娜拉定下了失约成为了盟友 主要是知道曾经发生过这么个事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对付一个入侵的NPC 所以我们可能要么其实大家只要去做一下刺服恢复一下就行了 这里我就因为讲究了一点 就靠杀周围的怪 然后一起靠活祭平斧的效果来恢复魔力了 这个监牢附近的这个石头的像猫猫虫一样的这个怪也很有意思 看起来还挺可爱的慢悠悠的 然后呆呆的 但是看起来好像他们是在进行着监视监牢的事情 他也不会主动攻击我们 就是这种石头 然后上面有一个眼睛 好我们继续往南走 然后往南走的话会遇到有一个小屋 这个小屋旁边的刺服呢 标注这里是是复仇者的小屋 我们准备一下 换上一个 因为我们要等会要喝灵药啊 我们尽快的先把刺服开了 因为等会的话这个入侵的NPC就要出现了 复仇者爱德格 我们趁着骑手先给他来一个心虫吐息 来让我们来确确先确立我们的胜利胜利的结果 然后呢对付所有的这个NPC 其实都有一个靠控制距离和时机的方式的打法 就是呢特别简单 就是在他要向着你靠近开始要准备突进你的时候呢 就提前虚立在合适的时机的时候松开 只要稍微多练习几次 其实还是挺好掌握的 有时候呢就是他其实离看的距离就挺远的就开始虚立 一般就有可以打中 因为这个虽然平A的伤害低 但是蓄力攻击的伤害还是很猛的 再加上这个重击 很多时候都可以把大部分的NPC敌人都可以打出硬直 打断他当前的动作啊 所以说只要命中的话还是比较安全的 这里他除了掉落他的尸箱骑士戟 然后还掉了这个生肉丸 还有这个葡萄 这个葡萄呢应该是他自己的眼球 所以他可能也得了这个颠火病 至于周围的这个生肉丸呢 可能是这样 应该就是他为了他女儿伊丽娜报仇 所以在这里要找凶手 应该是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那种啊 可能也是杀红眼了 所以陷入了癫狂 然后我们击杀他了以后就得到了他的眼球 就是作为这个夏波莉莉葡萄 我们现在再传送到这个门前镇大桥 找这个之前的这个猛眼的这个指头女巫 他想成为指头女巫 他跟之前的那个城主的女儿 死掉的女儿海莉娜很像 但是我们不确认是他 但确实很像 绝对就有一点点 那一切 我猜不知什么芝麻烦的厂料 最像地确实是 这里我们稍微走远一点 你还好吗 接下来我们做一下赐福再来找他 奇怪的理论 祝你成功 我们再做一次赐福之后就发现他消失了 他就不在这里了 我们不确定他和之前的死了的伊雷娜是不是同一个人 只是很像 如果要是算上的话 最开始他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他真正是因为我们要葡萄是从这里开始 然后他说要看到彼岸的灯火 然后他应该是寻着彼岸的灯火走到这里 然后又问我们要了个葡萄 然后在这里又要了个葡萄 所以他这个大概的走向呢 就是说从这边一直往这西北方向走 这最终他去寻找的这个彼岸的灯火最终会走到哪里去呢 这个大概是这个某个方向 不知道最终会找到哪去 接下来回到我们要推图的部分 我们从之前的那个复仇约小屋那里出发 现在这个又更新了版本之后 之前我自己用的那个快速消除光标的方法就用不了了 我们从这里出发 像我们现在标记的这两个位置走 调整一下护符和这个战灰 战灰就用鲜血斩击 护符的话就是用我们的这个红蓝双西 双西跪地 出发的话 这里首先我们要拿的是一个战灰 又是一个甲虫 过去的时候注意一下跳 往这个悬崖边外围挑战 让他往强的这个方向跑逃跑 这样方便把它卡住 获得了一个剑舞的战绩 其实这个剑舞的动作很像是只狼里面的十字斩 然后继续往这个斜坡下面走的话 就会有一个墓穴 沿途的这个蝙蝠我们就不管 我之前测试了一下 就是使用了棉花这样的道具消声之后呢 蝙蝠依然会很轻易地察觉我们 所以说这个消音以后蝙蝠察觉不到 是不可信的 毕竟也不符合这个真实的蝙蝠设定 蝙蝠是自己发出超声波 然后反射回来自己听到 这个墓穴里面也算是有一点点教学元素嘛 就是他让这个第一次玩老头环的玩家呢 让他能够意识到游戏里面其实是有隐藏墙壁这样的元素的 这里的隐藏墙壁呢藏的特别的明显让引导玩家很容易注意到 隐藏墙壁也是这个魂系游戏里面的一个经典元素了 其实呢这个也不是老头环或者说是魂系游戏首创的 这个在过去的银河恶魔城的类型游戏里面是很常见的 破坏某一面墙壁或者地板还可以打开新的分路 在真正最早的银河恶魔城呢就是这个密特罗德 密特罗德应该叫银河战士不应该叫银河恶魔城啊 恶魔城将银河战士的这个类型方阳光大 这个小鬼一个跳坯我明明举着盾但是居然没有挡下来啊 然后这里的话看就有已经有一个开启boss房的这个机关了啊 有这个雕像的拉杆都是这个boss房的机关 但是呢这个隐藏墙的话可以听旁边有一个小怪是在走动的这个声音啊 就可以听到哎这里应该是里面是有东西的啊 如果说是在线的话肯定会有其他玩家的建言告诉您的里有隐藏墙壁 但是呢我们先不过去走我们先把这里的探完啊 岔路里面一般都会有好东西啊 我们仔细的找一找看 但是呢依然要小心各种各样的埋伏 我们继续往前走地上的这个陷阱砖块我们也避开了 这里的话就是个隐藏墙壁 跳起来有攻击判定哎就可以把它算是触发打开了 这里的话前面有一个小鬼 然后左右两边也有石像鬼 但是呢他们是我们不往前走的话是不会让他们惊动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小鬼引过来再打 然后呢这里一个部分前方有一个箱子 这个箱子是有版本改动的 但我不知道意义在哪 就是在上一个版本当中这个箱子呢是和黑暗之魂3里面的这个尼泰宝箱怪是一样的啊 黑魂3里面还判断是不是尼泰宝箱怪就看他旁边有一个链条链条卷起来的话就是宝箱 如果说是链条展开的话就是宝箱怪 这里我们获得了雷亚卢卡利亚士兵的骨灰啊 而且还给我们讲了一下这个士兵团体的这个设定 并且讲到他们虽然被召集为守卫 但是同时呢他们也不干好事 好我们来到刚才的这个隐藏墙壁的这个岔路 就是他一直在这里走来走去 然后拖着这个铁杖 然后一直发出嘎啦嘎啦的声音 玩家就会听到啊 但是找不到路啊 就可以发现这个隐藏墙壁了 拿到旁边的这个卢温弯湖 然后这里呢明显看起来是一条死路 但是呢有建言就知道啊 这里是一个隐藏墙壁 好这里前面就要见boss了 这个boss呢会有一点特殊啊 我们要做的就是找他的本体 如果有玩过血缘的话 这个其实跟那个 维克的女巫的那个boss会有点像 但是比他要更简单 这里呢主要是看boss的名字叫幻灵蜗牛 但是我们面对的却是一个熔炉骑士的骨灰 我们要做的呢就是找一种特殊的光亮 一般初始的话就在前面的这个大树根 镜头这里看的有发光的地方 我们直接对他放鲜血斩击 就可以对他造成大量的伤害 一般来说一个鲜血斩击再补两下的话 他差不多就消失转移了啊 我们一般来说就要跑这个岩的边缘跑 找他的另外一部分 打完了以后注意也不要就站在原地不动啊 因为这个熔炉骑士呢还要再过一会儿才会死亡啊 好这样的话就算是打败了 获得了灰石魔法师的骨灰啊 他会放这个灰石流星的技能 接下来的话我们还是传送到这个复仇者小巫 然后来这边的一个塔 然后这个塔盘了以后呢 来这边的黄金树又有这个黄金树的化身可以打 我们这里先往南边走 这一路上倒是没什么东西 然后就是可能会有几个傀儡兵 然后到这边是一个塔的下面 有一个伺服 我们先把伺服开了 完了以后呢 进入这个塔呢 我们会发现没有能够上去的路 这里叫改宗塔 在这里这个雕像下面写着展现睿智吧 这个其实意思是让我们带上特定的一个装备 然后才能开启 但是呢不用这个装备 其实我们也是可以上去的 骑马也好 或者说是徒步也好 从旁边的这个破损的墙壁 就可以一点一点往上 等到上到差不多 再不能往上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骑马的二段跳 再进一步的跳上去就可以了 然后再继续往上爬 可以拿到一个记忆石 记忆石可以拓展我们的可以携带的魔法数量 只要获得这个记忆石就行 不是一个要装备的道具 我记得之前好像我有说错了 接下来我们要去打这个黄金树化身 我们让武器置变为冰冻属性 但是不一定要靠这个双冻踏地 然后呢我们灵耀也准备好 准备好星红腐败 周围还有一些黄金树守卫啊 我们贴着左侧把他们绕开 我们只需要一点空间来和这个黄金树化身打就好 我们还是之前的战术先用弩把它引过来 在他跑过来过程中一看距离 然后直接进行在远距离的时候就开始喷吐 没锤的啊 打开距离补一下专注值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打了 在他即将攻击我们的时候再放这个盾牌强化 然后记得差不多每次一轮攻击之后 需要防御的时候我们再次进行盾牌强化 这招危险 但是呢被我们算好了四次的蓄力攻击打断了 本来要放这个激光炮的 在敌场他攻击的瞬间再开这个盾牌强化 虽然盾牌强化被削弱了 但是呢靠技术方面和意识方面的弥补的话 其实影响不是很大 这个蓝结晶路低是可以恢复一半的专注值 而另外的爆裂结晶路低呢是一个自爆的效果 信仰就是爆炸啊 接下来我们来这个一号位是有一个失色断道石 然后二号位这里呢是有一个战绩叫无敌的战绩 我们从这个改宗塔出发 像是我们之前标记的位置跑 大概呢会有一个高底 但是上不去 旁边呢会有一个鞋的这个石损 然后我们从他这里直接可以跳过来 这里就是我们要拿的这个失色断道石 然后另外一个我们标记的这个二号位置呢 会跟看起来的不太一样 看起来是一个山崖 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底下是一个空的一块区域 我们旁边也开过一个伺服点 但是我们这里还是直接用跑的吧 主要是在这里有一个路过的地方 给大家演示一个应对打法 就是在这里有好多灰石结晶的地方呢 会有一个我们之前没有见过的地方 这个结晶人 这个结晶人呢非常的硬 要用这个打击系的武器打他才不会弹刀 但实际上呢我们的盾牌就是打击系的武器 伤害也会比较正常 不会像用利刃武器打他的话伤害特别低 打他呢主要是能打出两次蓄力攻击的削刃 用盾牌强化后的效果也会很好 因为可以把他弹刀弹回去 我们来放一个 好这样就可以弹回去 两次之后呢我们可以切出我们的刀 在对他进行一次处决攻击之后呢 他就会变脆 普通的刀砍也可以把他打死 就是这样 忘记把这个吸血 这个这个处决回血回蓝调回来了 我们再来一次 接一个蓄力攻击 这个盾牌是不能进行处决的 好 再给他补一刀 好就这样 解禁人的话就是要这样打 后面的话我们还会有打解禁人的精英战 那时候就会难一点 所以最好在这个地方呢稍微熟悉练习一下 大概知道一下他的这个机制 好接下来的话 我们像我们之前标的这个二号位走 这里还有很多的这个灰式萤火虫 是一个适合批量采集的地方 小螃蟹 好这边的话会发现开始变成了一片毒池 如果打开地图的话 发现跟我们走的这个地形就很不一样 因为这个地形呢是一个 底下是有个很大的空间 和上面看起来是不一样的 而且是有三层啊 比较坑好按照我们标记的地点过来的话 就可以听到有这个甲虫的这个发光的 击辣击辣的声音 然后我们寻的声音就可以找到 他这个战技能是一个叫无敌 是一个盾牌战灰 其实呢他只是让你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 处于一个受不到任何攻击 判效果判定的一个状态 可能平时用不上 但是你不能没有啊 主要是他的这个专注值的消耗特别大 这里的话像周围旺旺会看到高处有一个 破败的建筑 然后呢向这个方向走的话 就会有一个上山的一个斜坡 我们顺着这个斜坡往上走 这里的话我们如果要是用地图标记的话 可能效果就不明显了 所以我们这里可能只能直观的在视频里面 看认来方向 又是这位涅飞拉路 女战是涅飞丽露 他看到这个村子被屠杀的一个暴行之后呢 想要为这个村子报仇 然后呢这个村子里面的村民 他们的状况看起来很奇怪 他们本身长得就很奇怪 同时呢他们的腿是一个半透明的样子 似乎是无法使用的那种样子 然后这个有一个鬼魂 他说至少让这个他们的村长老头 不要被抓到 让他能够逃跑 不知道这个老头是有什么玄机 还好这里有一个刺服 这里刺服开启了之后呢 我们在周围逛逛 我们先随着这里的这个吊桥 到对面 这里有一个东西可以拿 啊 疼 前面有道具 但是在拿之前呢 最好先把旁边的这两个人清掉 因为他们会在我们失去道具的时候来偷袖 这里会拿到一个武器 是一把非常漂亮的结晶剑 这把剑上面也表达了一些信息还挺多的 虽然我们不知道它背后的意思 永远守护着结晶 充满谜团的结晶人 那背后的原因有一种说法 等到他们的创造者回来时 能请求创造者用结晶雕刻出新的同胞 首先就是说这些结晶人是被创造出来的 再者呢就是说 创造出来他们的这个人是谁 他们好像离开了 但是呢还要等到他们好像还会再回来 指的是谁不知道 然后继续沿着这个坡往上走呢 这里有一个特殊的敌人 和其他刚才看到的这些村民不一样 劈着这样的一个毛劈斗 这个敌人呢 如果要是打掉他的装备的话 就知道他是叫做调香师 他用这种调香的一些东西呢 来强化自身 但是呢这个游戏版本更新了之后呢 有个不一样 版本更新之前呢 他在这里会吹笛子 然后吹着音乐 但是呢新版本之后呢 他就没有这个行动了 我们仔细注意看这个村民 看看他的后脚 他的脚在地上 他是有的 但是是一个很模糊的 一个半透明的样子 好像他们还很痛苦 我们继续往前走 地上有剑岩已经暗示了 这里有一个罐子 其实是一个女孩 我很想让他 请不打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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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请不打赞 请不打赞 是 是 我的 我 我 I am Albus and Alvinorik As you can see, we're finished The whole village is finished The curse mongers have destroyed everything No one that remains has their wits about them 斜咒者 Would you look after this medallion? You must keep it out of the curse mongers' arms 看来他们是来抢这个斧杰的 这个斧杰有什么秘密 勒提纳 要么把这个斧杰交给那位勒提纳 The medallion is the key that leads to the city It's only a quaint treasure For we who cannot make the journey But for dear Latanna It is needed To fulfill her purpose 这位勒提纳似乎有着自己的使命 要前往他们白金之子的桃花园 所以他们的腿消失是因为他们作为白金之子特有的一种病 虽然就这么一点感觉信息好多 又是一堆不认识的东西 从没见过的情况 姑且现在也只能知道这些 就只能带着疑问继续玩下去了 这个下牙小连刀的说明说他们其实一直在示范着一个他们自己都没有见过的圣树 但是这个圣树的说法应该不是黄金树 当然这个教派信仰的门类这么不一样 但是黄金树肯定是最大的 那对黄金树的这一派来说 那其他的不就属于是异端吗 会不会有那种讨伐异端的那种 类似这样的剧情 他们还会放这种灰石魔法 还会放一些灰石魔法 你知道灰石魔法是这个卡利亚学院的 但是他们居然也会灰石魔法 不知道有什么关系 再往前的话会有一个小boss战 还挺强的 这个家伙但是血不厚 他伤害特别高 但是血不厚 我们可以叫这个尼菲利路来加入我们的战斗 来一起来进行 但是还是那句话一定要注意 在不管是召唤NPC帮助也好 还是召唤其他玩家帮助也好 都是会强化我们的对手的 血量会应该是按照人数来加倍 并且抗性也会提升 原本三下能倒地会变成五下或者六下倒地 所以我们为了难度还是不招他了 我们就用我们自己的办法 主要是这个地方比较讨厌的是会有三条狗 有两条你能找得到 但是还有一条就在boss旁边 你单个去引的话 他藏在树的后面你还不好引 就挺麻烦的 但是我们就只能说是把boss引过来 太大了 引过来的话 这个地形也有点麻烦 看能不能抢个先手提前把它喷涂到 这里有一个鲁恩弯虎 我们先减上 先把周围的东西该拿的先拿上 然后准备一下 我们要15点的信仰才能用跑喷涂 咆哮 然后准备好 再一个难点就是要看距离了 哪个距离能够在让他不察觉的情况下 然后直接进行喷涂 哎呦 来不及了 看能不能再喷一下 再喷一下应该就能中 哎呦 还是很不够 那么还是用传统一点的办法 我们用 弩先引过来 然后拉长的距离来预判 这样应该够了 OK 接下来补一口魔力 然后 剑盾 这样就好办了 哎 还打不中 哎 他的血很少 喷了一个吐息就更稳了 这个吐息不管是让他中毒也好 还是作为几手伤害也好 都非常的不错 打败他以后获得了这个熔炉刘护符 这个信息给的还是挺多 他说在远古时代 据说会长在人体上 柔和生物百相的刘所制成的护符 此为生命之始的熔炉残存的痕迹 也是局部性的隔代遗传 在古代具有神圣的意义 然而在文明发展后被视为玷污的象征 就像有些东西在过去呢 是被当做是什么什么好的观念 或者说是好的做法 传承着 但是到后来就会被当成文化糟粕 有点像这种东西 接下来呢 我们回大刺服 但是呢 要注意我们在拿了之前的那半块腐节之后呢 回了大刺服会有一点不一样的情况 从而告过可能的这种感觉 这个王海夏恩 他只有800点血量 血量特别少 完全不像有些NPC对我们是树枝碾压的内容 打败他之后 这个大伺服之力又恢复到了原先的样子 同时也获得了这个王海夏恩的相关的武器和装备 同时这个武器还提到了一个攀附者这么一个名字 名词 然后这里捡到王海夏恩他的这个套装 然后在他这个套装的描述里面有说 他是百智爵士的仆从 他是百智爵士积淀的沉默仆从 那所以说这个夏恩突然来袭击我们 应该是跟百智爵士有什么关系 而这个事情的发生是正好在我们获得了这半块腐节的这个节骨眼上 所以我们接下来来问一下这个百智爵士啊 看他是有什么话要说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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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那些人的事 射射得比较前面的自己 他就像他的主席 我希望表达我的怒恨 但现在射射射逃了 成功了 永久了 是的 我会对的道理 让我提供一些提供 提供了半个封面的小伙伴 找到的女人 她知道另外半块腐节的下落 看来应该它是一个随机临场应变的 就是说我们打败了来抢我们腐节的王海 明抢不行 那就暗地里 因为她应该真正的目标是利用腐节打开升降机之后 所说的胜数是她的目标 但是要干什么还不知道 然后我们来到铁匠旁边的地下室 这里我们又会遇到涅飞了路 然后跟她对话之后发现她很消沉 在发现她很消沉之后 我们再去找她的养父 也是刚才的百智爵士问问这个是发生了什么事 好 什么现在呢 你已经听到了 实际上 难道是这个涅菲勒路也是因为这个腐节的关系 怀疑可能刚才他要为报仇的白金村可能跟他的养父有关系 王基迪恩帮我整个生命的指导 我以为他能够做任何事 把他放在埃尔顿之王上 但我 虽然这不是我的意志 我欺负他 诶这个别的不说 就是这个百智爵士 他也要当埃尔顿之王 我还没有信任父亲 我认为他能够做任何事 他能够做任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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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曾经告诉我 如果他变成了陆尔顿 他永远不让他能够做任何事 他永远不让他能够做任何事 他只是骗我 这条故事线暂时就只能先走到这里 我们以后再会进一步的推进 接下来我们就按百智爵士跟我们说的 前往湖旁的结晶动摇 好啊这里我们之前来过啊 应该是早期的哪期视频里面有说过 这里我们来拿过锻造石 但是呢最后的这个精英boss没有打 而且拿锻造石的时候呢 中间没有仔细的探过 因为当时的等级比较低 这里的怪可能对我们来说等级太高了 这里很多都是亚人 我们这次来就可以仔细的看一看 装备忘了调了 这里我们可以 因为我们可能用不上战技 我们就可以多用这个吸血 这里是个粗骨 粗大兽骨 这边的话进去的话可以拿到一个护服 这边没什么 然后进去以后要注意一下里面会有一个兽人的首领 然后但是旁边还会有两个小怪 这两个小怪呢本身威胁不大 但是一旦你的镜头要是不小心锁定到他上面的话 他会控制你的镜头到处乱转啊 然后就是他不打你 但是呢会影响你跟其他的这个敌人的作战 解决这里还藏了一个 这边会有很多的银色萤火虫 就是可以用来做这个银色鸡腿的 这里拿到的护服呢是这个毛护服 毛护服主要他的描述上说是强化的是这个长枪类武器的特殊攻击 长枪类武器的特殊攻击呢就是在持长枪的时候呢进行这个盾牌防御 可以保持着防御的同时进行进攻的动作 他应该强化的是这个意思 这是目前的近战流派当中最稳的一个打法啊 你大盾可以把这个防御性能堆到百分百不掉精力 然后同时呢在进行绝对防御的同时呢 然后再进行这个戳刺的攻击 有点像怪物猎人里面的那个防御攻击的那个动作 这么好的玩法啊 以后肯定还是会用到的啊 然后这边过来的话 又是很多的结晶蜗牛 之前我们有见过的 打还是很好打的 前面会有一个特别爽的地方 就是会有一大群蜗牛 就前面左拐 然后这个如果要是还没有削弱过的老寒腿的话 这一脚下去就全都能给他冻死 但是给过版本之后呢 一脚只能打到差不多一半多一点 但是呢我们可以上去补刀 很快一刀一个就给就都干掉了 所以他可能没有之前那么强 但依然还是好用的 这一路下来我们之前东西都是已经都捡过了啊 所以这里都空了 我们进去见boss 这个boss呢是猎犬骑士 我们之前打过这个监牢里面的那个 那个要更强一点 打他呢只要我们用强化盾牌 然后呢给他防反就好 还是在这个 要他的攻击要打到的时候 要那个防御的一瞬间把这个盾牌强化打开 有格挡的同时呢 又会把他的攻击弹开 同时呢又节约我们的这个buff时间 好过来之后呢看到有一名女性 还靠着一只狼 不过这个狼好像已经死了 这叫绵狼的破屋 然后旁边这里可以拿到一个鲁恩弯弧 之后我们再来跟他对话 狼狼的发生 就会被这个挡抗 对你吃的 我说到了 我这些闻来的闻 我绝了 或是你来自我 没有人来拿到我 我另一半的不够 你真正说 对你说真正的 老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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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 然后我没有选择 但相信这就是他的死命 我们再试一试 我是长官 阿伯奈罗里克 同样的阿伯 我对我以前的语言词 我估计是最糟的 看见你是一样的 一样的闭嘴 我希望你会拒绝我 他说的白耳男是谁 难道是百智爵士吗 米凯拉大人的胜术 米凯拉大人的胜术 那就是要找这块斧杰得先找另一块斧杰 是启动大升降机 这个白金之子勒提娜 化作骨灰跟随我们 这个而且还挺有意思的 这个勒提娜召唤出来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固定炮台无法移动 就像前面看到的那些白金之子一样 似乎也是腿部有这个得病啊 所以用不了不能移动 就是个固定炮台啊 我们接下来回到刚才的这个洞穴口 我们接下来探索这个湖区西边沿岸的最后这一点点区域 按照我们刚才标记的这个位置 首先这里会有一个像拜火教 我们还不知道应该怎么称呼他们啊 然后就是他们的这么一个营地 那个营地做的还防卫还挺严密的 一发老寒腿 真就不死也残 借着老寒腿这个多段攻击判定牵制 然后上去打伤害 这里可以捡到火焰西施的祷告书 然后旁边的这里也有东西 这里面主要是有个斑斓肉干 它是一种万能的抗性强化道具 虽然持续一段时间 但是他也告诉我们这个东西是可以制作的 只不过我们现在没有图纸 这里又是一大群 看来又得要用到了 还有这个盾牌 应该要把盾牌先切一下 虽然不能秒 但是呢 一脚解决不了 那就两脚 两脚解决不了 那就三脚啊 只要你能成功的打 打过这场战斗就可以了 哎呦 这有点危险 先干点雨 好这样一对一就好办了 还有我们防御力也高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向的东南方向走 这个前面呢 会有一个破损的车 然后这里可以捡到大奴剑 但是呢 这其实是个陷阱 周围会有很多的 类似小鬼那样的 这个叫什么夜刀 叫什么夜刀兵吗 还是什么 就个头特别小 但是拿的武器个个都在出血 接下来继续往东南走 这里会有一个精英战 还是我们要先准备好这个 普希的能力 该用的武器装备都给他弄好 加个信仰 加个咆哮伤害 嗯其实不用咆哮伤害 我们就 他是个火焰属性的boss 所以我们可以加个火焰抗性 因为他这个伤害是挺高的 如果一不小心被打到的话 至少不要被秒 虽然他的招式不容易打到 但是呢 还是要以防万一 万一被打到的话 至少不要被秒 先给他来一口 好溜 因为这个其实和 这个入侵的NPC的动作方式 是一样的 只不过他做到了这么一个 boss监牢的模式里 既然是一个可以 应该说是一个普通的NPC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到我们控制好距离 然后用直刺攻击的方式 好 反正是这个火球 哎呀 预判早了 哎 他咋不过来 好歹还是好歹了 我们先给大家一套喷土 其实就已经稳操胜券了 就等都可以 不过呢 一套新红吐吸 一次是毒死的 一般能最多毒到个百分之 百分之五十五或者六十 大概是这么多的样子 如果有特别弱 不败的话 可能有个七八十 或者说直接可以秒掉 好点 他这个盲鸡 啊 哎 同归于尽 但是没算成功 我们再来一次 先回血 啊应该是回篮 然后呢切成刀 等他冲过来 算好时机开始蓄力 好 绕中 你来啊 喝药啊 这个我们现在就可以做的 有个道具叫白金之雪 然后呢 投掷出去以后呢 其实就是这个麻醉药 什么什么 就是让这个对手无法使用药品 打PVP的时候一定要有 而且呢 因为是可以自己造的啊 需要的材料也不是特别的严格 应该说不是特别的难弄啊 所以也可以 防止他喝药 这样看来 毒的其实还是 非常的实用 好 这下应该是稳妥的干掉了 获得了一个祷告 这个呢 是一个传说中的祷告 是跟奖杯有关的 最关键他还有这个描述说是 此为亚当盗走的祷告 是监视者之手 亚刚提隐瞒的秘密 然后还说据说恶神至今仍存在火焰巨人的体内 啊他说了几个情况 但是我们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指的是什么 好我们这边还有最后一样东西 像南走从这边平台跳下来的话 在这里可以捡到一个牺牲树枝啊 然后呢就没有什么了啊 这里所有的东西就都探完了 然后呢 这原来是新版本之后呢 所有的NPC都会在这个地图上标注出来啊 我们现在的这个鲁恩也比较多 我们可以花钱 把他能花掉的地方就都给他用掉 因为目前也暂时没有这个升级的需求 就把鲁恩用掉都用在这个买东西上面吧 我们现在湖区啊 已经算是探了一半了啊 还有一半 嗯应该 推图的话下一个应该就是中间湖有水的这边区域的推图了啊 这期视频硬是录够了一个半小时 然后剪下来以后有一小时整 那么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大家能够关注黑童谷歌的视频账号哦 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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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